王梅 她刷不了了 别急了 你在吗 我在 死在这儿 网友 Zither Harp 我以为你没回来呢 怎么样 顺利吗 顺利 贾龙的爷爷主动提出 只要我们跟那边终止合作 他愿意站出来接受媒体的访问 替我们说话 太好了 他说两句话 比我们品牌方说一百句话都管用 后续的公关交给你了 这件事情对书妹影响很大 放心 放心 这公关的事 你就全全交给我就行了 你忙别的 谷乔那边问了吗 问了 老画家那天见到的根本就不是谷乔 是郑彦夕 他谎报谷乔的名字 赞赞家货给谷乔 我的天哪 那 你跟谷乔说这事了吗 我现在在想 我该怎么跟副总交代 这事要是副总知道了 郑彦夕在这公司就待不了了 可能让他早点认识到错误 也未必是坏事吧 行了 咱们去吃饭吧 别走了 走吧 困死了 走 居然现在 还要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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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时候才能解决 你这样等下去 也不是办法 可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即便如此 你也要好好吃饭 走 我带你吃好吃的 可我还想再等一下 好吧 我陪你等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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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关上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师父 我错了 我那天 确实在楼下碰到一个老人 他说白雪抄袭的事 但我当时以为他是个碰瓷的 所以就把他赶走了 我真的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是真的没想到吗 师父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 不是你故意针对古桥 不是你故意栽赃陷害 不是你不顾公司利益 行 你不说我来替你说 你在公司楼下碰到家老 你知道 国卖合作的项目一直是古桥在负责 所以你就想借老画家的手 摆古桥一刀 所以你就谎报了他的名字 是这样吗 当初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如果我知道了 我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挽回 公司也不至于陷入这么被动的局面 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开除古桥 你为什么要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记得你刚毕业的时候 就来梳美 连副总都夸你聪明又能干 将来肯定非常优秀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居然为了栽赃古桥 不顾公司的利益 我就是看不惯他 他来之前 你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做 你去见朋友 见客户 都是我陪着你去 可他来了之后呢 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 好帅是 杜总是 现在连小王小夏都围着他 但你知道我最在乎什么吗 我最在乎的是 现在连你也变了 师父你好好想一想 你已经多少个客户没有带过我去见 多少个项目没有让我陪着你去做过 现在所有风光的工作 你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 最后剩下没人干的苦活累活才能轮到我身上 我做什么你都看不到 还有GK 他明明工作能力就是不行 为什么还能让他去做 这也是我的工作 为什么他也要抢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让你看看 这么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他有什么好结果 我知道你的事业心很强 本来是场总监这个位置 我是一直替你留着的 算了 你做的事情 我不会告诉副总 我也不会开除你 但我给你时间 你把手里的工作交接清楚 自动离职吧 squared 再 happens 微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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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白雪 白雪 你到底有没有抄袭啊 没有 你没有为什么不去澄清呢 澄清有什么用啊 她故意抹黑我 我能怎么办啊 她说我抄袭 我还说她碰瓷呢 我舒美带着这么大的诚意 过来跟你合作 你不能一走了之啊 谁跟你签的合同 你找谁去跟我没关系 中文静 他倒霉 坐iene öglich アテ抹 qui 刚 business 可以 好 贾先生 我是舒美的员工顾强 跟白雪合作的事 是我负责的 很抱歉给您造成了困扰 不知道能否见个面 允许我向您和您的爷爷 当面道歉 如果白雪真的没有抄袭 那很有可能就是贾龙说谎 我一定要去汇汇这个贾龙 贾龙 怎么回事 这次数据又出错了 经理 前两天我请假 这这不是我做的 现在推卸责任有意义吗 这件事情是我交给你做的 我不找你 找谁啊 对不起啊 经理 我马上整理好 年纪轻轻地出了事情 就找理由 找借口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快点啊 我等着用呢 好 好 好 贾龙 去下总裁办公室 许总找你 我 熊总 喝茶 许总 敢贴约个高尔夫球怎么样 听说熊总球打得不错 许总 小贾 好 来来来 进来 许总 您找我 站着干嘛呀 来来来 坐坐坐 许总 那 那数据是我 是 我的问题 我整理好了 马上再送过来 晓晓 叫你过来不是这个事啊 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GK的熊总 您好 熊总好 熊总好 请坐 我们坐下聊 我和熊总啊 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今天他过来呢 谢谢 谢谢 是有件事情 想找你帮个忙 熊总 您有什么事尽管说 如果我能做得到 我一定尽力吧 那太好了 我们就不用绕弯子了 是这样子的 最近有个漫画抄袭事件 闹得挺大的 这事呢 涉及到输美公司 而输美跟我们GK是合作伙伴 听说这部作品的原创老画家 是贾先生您的爷爷 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帮忙 从中调解一下 让这件事大事化小 这件事情啊 我爷爷原本以为 他的作品得到外人的再次关注 他是很开心的 可是白雪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肆意抄袭他的作品 而且到现在 连个说法都没有给我们 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 加龙 这些我都明白 我没能理解你爷爷的感受嘛 你不是一直想要升职掉岗吗 如果这件事情 你能够帮忙的话 那刚好 熊总的公司啊 空缺一位市场部经理 你可以考虑一下 熊总 您想让我怎么做 很简单 说服你爷爷 出面澄清一下 这只是个误会吗 是大家的创作灵感 撞了 请不吝点赞 喂 鸽子 你现在马上挡回公司 贾龙初来证情说 不是抄袭 是灵感状 你现在情况找回来 知道了 原本我一直都很担心 一旦要发布 跟白雪中止合作的声明 其实很难免 我们又要面临 新一波的职业黑 不过现在好了 贾龙居然自己 澄清所有一切都是误会 那就是说 我们的困难 也全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副总 我还是觉得 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首先贾龙的爷爷 就不像是会说谎的人 而且贾龙已经答应了 和我们淑美合作 这件事情杜总也是知道的 那他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 突然反水了呢 一看你就是刚刚没上网 贾龙已经发了微博长文解释了 贾老和白雪的作品呢 虽然有相似的地方 但的的确确是 艺术灵感的碰撞 而且我跟副总上网查了一下 这种事在文艺圈并不少见 再说 谁让你让我脑子 你也让我脑打 我也要脑手 我不是很害羞的 但是想说 他不能冒出 但我会帮你 还有俩的一手 我就不作戒 而我不要抑制 那你没有 就要停了 对了 副总 那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谷乔是不是也应该回公司了 我之前听杜总说 他为了国曼这件事情 一直兢兢业业下了不少功夫 那既然这件事情和他无关 那他也应该回公司了呀 可以啊 叫他回来吧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 我找贾龙 我跟他约好了 你跟他说他就知道 贾龙啊 他已经好几天没来公司了 好像已经离职了 离职 一天 当你看我走来 天边玩�ns的 guards 按照 耳边温软的风使你再说话 走吧 虎桥 对不起 我知道 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可是这段时间 公司的名誉严重受损 我本来想和老画家签约以后 解决完公司这些事情 我在想办法让你回来的 甲龙已经自己主动出来澄清了 我也跟副总提了 他同意让你回书美了 其实回不回书美工作 对我来说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当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我努力地想办法解决问题 可回到公司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要开除我 在当时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这些日子我也想了很多 确实站在你的角度 我也可以理解你 顾桥 好 喂 我马上下去 对不起啊 我突然有急事 没事 你去忙吧 好 哦 哎 等一下 你终于回来了 顾丘姐 我们一起欢迎顾丘姐 谢谢 我就说嘛 你平时工作那么认真 工作怎么可能真的开除你啊 都怪那个甲龙 没涮下折腾什么呀 不过这个甲龙也蛮奇怪的 之前信实淡淡地说 要追查到底 可现在却自己出来诚情 他呀 就是故意爆料 吸引眼球呗 可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他一直被别人骂啊 这骂不骂的 起码人家现在出名了呀 对啊 现在这种人多了去了 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好好好不说了 不打扰你工作了 加油 二 二 练练 我们已经玩了很久了 该去上课了好不好 顾丘姐姐 你都好长时间没来我家陪我玩了 不知道下次又要什么时候 你才能来 你就多陪我玩一会儿嘛 确实之前姐姐太忙了 一直没过来 不好意思啊 不过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以后就可以经常过来陪你玩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那我们就上去了 走 嗯 走 林林要听姐姐的话上课喽 嗯 好 你上去准备准备 我跟姐姐说两句话 嗯 嗯 去吧 那你去上面等我 乖 快去 那我去啦 坐 坐 听说你回淑美了 嗯 事情都解决了 嗯 那就好 熊总 甲龙这件事情 该不会是你在帮我吧 上次确实是我帮你 毕竟我跟王总认识 但这件事跟我无关哦 或许从头到尾 都是甲龙一个人在自导自演 又不一定 嗯 可是 你听过什么叫从众效应吗 当个人或自觉的或不自觉 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而做出的判断 多数人不会在乎事情的真相 只在乎能够从中得到些什么 好比在网络上有许多人看到 出轨 抄袭 炫富等字眼 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去求证事实的真伪 对 又或者这件事 大家都是急于去表达 对抄袭者的憎恨 对社会的不公而不满 或者只为了享受 站在道德高度 去抨击别人的快感 所以到了最后 事情的真假 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明白了 那我去给林玲上课了 嗯 辛苦了 宝贝 远总 贾先生 坐 我自己来吧 不好意思啊 下这么大的雨 还麻烦你跑一趟 没事 岳总 我爷爷的事 给姝美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我其实挺没救的 没关系 其实 我就是特别好奇一件事情 您前天不是还说 要跟我们姝美签合作吗 实在抱歉 袁总 是这样的 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我爷爷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广告以后就说 那是抄袭了她的作品 还跑到你们公司去讨公道 后来我找专家鉴定 专家说 这扣不上抄袭 这件事情如果再发酵下去的话 对姝美对我爷爷都不好 所以 我就专门地出来澄清了 没关系 袁总 我还有些事 我先走了 谢谢袁总 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等我一下 袁总 你等我一下 袁总 袁总 小心一点 走 袁总 袁总 你还好吗 没事 你还好吗 离失了吗 谢谢 没事 谢谢你送我回来 没事 快上去吧 我看你走 我再上去 好吧 那你早点休息 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有事 ie 来 你也零食啦 喝点姜色可乐吧 我先换个衣服 谢谢啊 好嘞 这蚁下的还真大 爸 怎么还没睡啊 午觉睡多了 晚上睡不着了 你这天天加班 公司这么忙啊 最近事情比较多 你也算是有进步 过去忙 饭都不吃 现在还值得挣点吃饭 这应该算是 古桥的功劳啊 今天老家你李叔叔 给我打电话 问我恢复得怎么样 什么时候回去 我跟他说 恢复得差不多了 过两天我就回去 你怎么这么着急要走啊 怎么不在上海 多住一段时间 我在上海住不惯 回去吧 想家呢 哎 正好我回去了 把房间腾出来 古桥出差回来呀 你们就不用 寄在一个房间里了 爸 我跟您说实话吧 其实古桥没有去出差 前段时间 公司把他开除了 我俩因为这事闹了点矛盾 不过现在事情都解决了 古桥也回公司了 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感觉不到 我早就看出来 你说他回公司了 那你们矛盾解决了 算是解决了吧 算是解决了 那我要嘱咐你解决啊 你从小啊 在性格上就强势 不肯轻易低头 古桥呢 又生长在那么一个家庭 现在又离了婚 一个人到上海闯荡 不容易 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有同学那么多年 现在在一个公司 你是他的领导 不论是私还是工 你都应该多关照他 多理解他 多宽容他 既然矛盾解决了 那你就劝他 搬回来住吧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相够帮助 我也放心 爸 我知道了 一会儿拿一条毯子吧 晚上睡觉别着凌 嗯 哎 哎 姜思可乐 趁热喝啊 能耐身体 谢谢啊 你俩在一起多久了 六年了 哎 怪不得感情这么好呢 哎 老公 哎 怎么了 我洗发水没了 我们之前打折囤都用完了 啊 啊 我那儿有 我去拿给你了 哎 不用不用不用 哎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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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水对吧 还能再用用 嗯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再算算钱吧 等咱够了房子首付 就结婚了 像我们这种情况在上海 一年年都熬下去吧 慢慢等吧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希望呢 嗯 我好了 穿个鞋就可以走了 好 我也好了 好了 可以走了 你等会穿成这样去公司啊 不行吗 其实你可以不用打扮得这么精致 为什么 没事 我们先出去啊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快 快快快快 这早上上班的人特别多 去完了可倒霉了我跟你说 不是 这 骑自行车去啊 这离公交站还有两公里呢 骑车不比走路快啊 你快走啊 哦 你没有APR 我 我下一个 哎 算了 来不及了 你骑这辆吧 正好我有两个号 快快快 谢谢 哎 不行 不行 我寂寞这真心是真实的 你会起吧 我会 走 过得不好 好 呗 啊 你快点 哎呀呀云 隐宫是害时拜 bacon 这这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我又上不去了啊 arg 等等 我帮忙拿 哎 我 我刺激你 上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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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哎 你快点 抢抢抢抢 别再急了 别那么急 要不我们等下一班吧 好 来不及了 快点 哎呀 别说完了别推我 别推我 你上来了吗 上来了 你怎么怎么办 这么单质 你怎么都可以上次了 哎 哎 啊 拿起来 拿起来好不好 这么好 王梅 他不上不了了 别急了 你在吗 我在我的这儿 你没事吧 我说你们每天上班都这样 好慢 你习惯就好了 你看这骑单车去公交站 路上就不用转车了呀 就是人有点多 是有点多吗 是非常多好吗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发型还好吗 有一点点乱 没事不重要 走吧 你去这么去公司啊 不然呢 跟我来 你慢点又干什么 走走 你来你就知道了 你怎么能这么去办公室呢 喂 今天这么多人 不好意思 遇过一下 这是 喂 知道了在一楼 马上过去啊 不好意思遇过一下 谢谢 大家也太不容易了吧 习惯就好 这外地人想要在上海站住 就是要比别人辛苦一些 小心 有空位 快快快快快 快去 你 你 你来 这有点烂 你看看这发假配这衣服好看吗 好的 你快快点 我说你慢点 等等我 别乱走 走啊 走啊 走 走 一天两次 记得按时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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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叔叔 胡乔 您怎么来了 我在家里待着没事 想看看你跟袁哥工作的写字楼什么样 没想到这么宏伟 真有气势 哥哥他应该还在加班 要不我带你参观参观 不用 我不是找袁哥 我找你 嗯 我不影响你们吧 不影响 不影响 那我先走了 你们俩 叔叔再见 再见 姑瞧 附近有什么坐下来说话的地方吗 走 我请您吃饭 叔 我请你 别啊 我请您啊 你看我现在正可多了 正好我们都在 同一转 焦虑的等待着 正好我们都在同个地方 懵懂得下了车 遇到了几个过客 不讨厌 不讨厌 心事说分也白说 我 在你被摘成了 Пон大掌 不应该会要做 正好我们都在懂 于时刻 把人生读懂了 遇到几个漩涡 穿了几个回合 拼紧了 很难得 装睡的睡着了 惊醒的一句心了 是时候该做自己了 回来之黑是白 拒绝于你的姿态 去面对失望怀 拼走命运最后的安排 正是当大执念的 每个谜题都会解开 我终于都明白 此时我们就应该 收集另一段精彩 安排 白负未来 白负未来 爱 爱